下面我们要介绍的这一篇学生的作文是非常棒的一篇英文写作 题目是三灵破坏 你看这个树木珍贵的灵木破坏 破坏之后呢 你看看土石油 这个淹没的明载 这些这个图就可以作为印证 三灵破坏是很严重的 我们看这个同学 他的内容的安排也非常的贴切 第一段他主题句 他是用 People's greed knows no end 人们的贪婪是无止境的 然后呢 这个无止境就造成大自然的破坏 下去他就来介绍一下 这些三老鼠稻采淋木的一个情况 因为稻采淋木 所以造成土壤流失 就形成了土石流 这边 到了第二段之后 他就开始介绍 土石流造成的严重的破坏 最后就是他个人的看法 警方应该要大力的执行 这个森林保护的法律 所以他的流程的安排也不错 那么内容也写得很贴切 非常好的一篇文章 我们从头开始来欣赏一下这个同学的这个好文 主题句 它是people's greed no's no end 人们的贪婪 greed就贪心 no's no end 不知道结束 不知道这个end尾端在哪里 就是无止境 无穷境 and because of that 那因为那个缘故 that就代替前面整个句子 贪婪无止境 无止境的一个贪心 因为这样子 所以they do much damage to nature they应该是指people 那人们就对大自然造成很大的损害 do damage to 就是对什么造成损害 加一个much 就造成非常大的损害 好 这句已经写得非常不错了 主题句 很好 我们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这个故意的这个字不错 我们英文有一个很棒的一个写法 格言叫贪婪啊 就是万恶之源 很多的罪恶都是因为贪恋 这个格言英文是这样写的 Greed is 跟root root就竖根 也就是根源 或者是source 来源 什么的根源 什么的来源呢 of all evil evil就是邪恶 所有邪恶的来源 一切罪恶的来源 都是贪 嗯 这个非常好的一句 给它背起来吧 and because of that 这个 that不太容易哦 that就是代替前面整个句子 代名词 代替这个 人们的贪婪 毫无止境 因为这个无止境的贪心 那because of that 又还有一个很棒的写法 可以做参考 因为那个缘故 because of that 你这边写的 because of that 我们也可以用这样子 for that reason 因为那个原因 OK they do much damage to nature 它们对大自然造成了莫大的损害 那么这个主词是对 应该是指代替这个people 但是这边的主词是贪婪 单数 可是你用对 所以这个对 代替前面的负数 可是前面并没有负数 所以这个对 在这里写的并不好 老师觉得 你还是直接用people写出来 就没事了 所以因为那个缘故呢 人们就 对大自然造成了莫大的损害 当然我们前面也可以改 people's greed 可以改成 the greed of people 这个也不错 the greed of people 那这个people 就可以用对来代替了 所以看你的学法如何 我们再来看 那继续他就要这个补充说明了 大纲出来了 现在去做补充说明 看一看 invigal vloggers invigal是违法的 那违法的人们还有一个叫unlawful invigal invigal 违法的 那么另外一个是unlawful unlawful也是形容词 是无法无天的这些 loggers就是砍树的人 那就是我们讲的三老鼠了 这样子就很清楚明白了 那么木材我们一般都是会用 timber t-i-n-d-e-r timber 来我们看 他说啊 invigal vloggers 这就是违法的 无法无天的那些盗零者 often fair choice 经常 fair choice 砍树 fell是砍 especially real wise 尤其是那些 well是很稀有的 很少有的 很珍贵的 就叫well 那个well是代名词 你猜代名词是代替什么 well是代替前面讲过的 富序名词就是choice 尤其是砍那些珍贵的林木 那为什么 为了什么原因 后面加了一个很棒的一个片语 for the sake of 是为了什么缘故 for the sake of huge profit profit就是利润 为了很大的利润 这个暴力 你看一个珍贵的林木 砍树 砍下来之后 可以卖多少钱啊 好了 这个就是huge profit 为了暴力 这样子 可以 好 如果把所有的 里面看好 热力 都可以 好 这样子 我们下来的